大家好我是Stan 你是什么血型呢 看影片的大家都是什么血型呢 如果第一次见面的人这样问血型的话 会觉得很奇怪吗 在华语圈的国家一般都会问对方是什么星座 但是在韩国普遍都是问血型 而韩国人看血型就好像华人看星座一样 什么血型是什么性格 什么血型跟什么血型相配 所以今天就重新整理了一下 各个血型的特征 以及有着稀有血型的idol们 我怎么之前好像说过这个主题呢 一般血型可以分为 A型 B型 O型 A B型 但是也有被称为是RH-的稀有血型 其实看全世界的话 RH-并不算是稀有血型 但是在亚洲大约有0.5%的人 在韩国也是每1000个人当中 只有一到三个人是这个血型 而目前在韩国爱豆当中 都是RH-B型 而17成员的TOKYO 是在RH-型里面也算是最稀有的RH-O型 因为这四位爱豆们的血型都很稀有 所以如果遭到意外 面临到需要书写的情况的话 就会非常危险 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好保护他们 OK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在不喜欢的人来搭话的时候 各个血型的反应 A型的人有不喜欢的人 在自己身边的话 就会一句话都不说 如果看到有不喜欢的人站在前面 A型的人因为不想被他看到 被他搭话 而会走别的路 B型的人天生就不太会拒绝别人 所以有不喜欢的人来搭话的话 就会说 啊啊等一下 然后就会很自然的 跟站在旁边的人说话 就这样不被对方发觉 自然的避开与不喜欢人的对话 O型的人有不喜欢的人来搭话的话 会很直接的说 什么 所以要怎样 有什么好问的 然后就直接不理对方 也就是说 O型血型的人 对喜欢跟不喜欢分得非常明确 最后是AB型血型的人 如果有不喜欢的人来搭话的话 就会用很镇定的眼神对着对方说 干嘛 怎么了 然后适当的说一两句话后 就会离开那个地方 也就是说是有点哭冷的感觉 然后在韩国有个都市传说是 AB型的人不是天才就是傻瓜 所以如果有不喜欢的人来搭话的话 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各个血型的反应 有没有跟自己的血型很符合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Netflix美剧 Rusifo出现的 Shining Rusifo 这是在Netflix非常有人气的美剧 Rusifo第三季第十三回的一个片段 拆你进军美剧咯 其实在Rusifo的第一季里也出现过 希儿的门风 以及Tap的吞噠噠噠 是吧 无法集中看戏 哇笑死我了 在不会韩文 不知道Rusifo歌曲的状态下 想重新再看一次是什么感觉 就算事先不知道这首歌 应该也会觉得很帅吧 嗯哥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